4月14日,2019国际风筝赛及全国风筝锦标赛在安徽省府阳市影上县巴黎和风筝基地举行,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支参赛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 风筝发明于东周春秋时期,至今已2000多年,相传,莫迪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三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起源。 后来鲁班用逐字改进莫迪的风筝材质,演进成近日多线风筝的模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近千只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风筝,在比赛场地争取斗艳,追逐蓝天。 30多名国系风筝选手,带来了各类异国风情的主题风筝,其中巨型金鱼风筝,巨型章鱼风筝,以及中国龙风筝格外瞩目。 88米,一共80减88米,非常好,壮观,在很多场合获得过好的成绩。 据中国风筝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风筝协会主席刘北剑介绍,如今,风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风筝运动已经成为一项即健身与竞技的体育运动,形成了风筝竞技的裁判标准。 世界各国选手同台切磋,将加强风筝运动的国际间交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风筝起源于中国,传到了国外,但是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所以我们跟国际上的交流,也是对中国风筝的进一步的促进。 据了解,未来,巴黎河风筝基地将成为风筝文化展示、风筝记忆观赏、风筝运动教学、风筝放飞体验及风筝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国家级风筝基地和风筝文化旅游目的地。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筝不仅是一种赛事,最大的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而且展示了当地人民美好幸福和生活。